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棋显示出了非常高的胜率 我想当中黑棋应该是只赢了两局 我们看看在第十局的时候 黑棋能不能把这个胜率争取到30% 好 下面我们进入棋谱 好 那么这个前十盘 前十盘黑棋的第一招都是走的新位 白的也是二连性 黑的挂角 终于是挂角了 而没有直接进到三三去 挂角 选择了一个 人类骑手的这个布局当中 曾经一度出现的非常多的叫小林流 在这个上个世纪 日本六大超一流称霸的年代呢 小林光一九段他特别喜欢这个布局 所以黑棋这个结构 新位加上小木挂完拆 这个结构 人称小林流 小林光一九段的招牌布局 那么对付这个布局的话 当然白棋选择非常多了 特别是现在阿尔法为期 又更进一步拓宽了大家的思路呢 这个肯定可以考虑的点数非常多的 但就是这以前一般的套路呢 什么大飞挂 二肩高挂 这一类比较多 这盘棋阿尔法选择的是高挂 以前小林流的经典下法呢 如果遇到你高挂的时候 它是二肩高架 白的如果普通 非常频繁普通的这么跳的话 黑棋是不会跳这个唯控的 黑棋会尖刺一下 尖刺一下 先把下边这个 你下来的手段缓和 缓和了之后 黑棋可能在这一代站大厂 或者甚至 再捞一票 假如你搬的话 我退 你接上的话 我撤回去 黑棋迅速夺取实地 让你都去走这些没目的棋 那么这盘棋面对白棋的高挂 阿尔法并没有选择二肩高架 而是他选择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二肩低架 就小木这个高挂来讲 二肩低架在 就是在人类骑手的这个定式 定式库里面 我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比较罕见的一个下方 加在这个位置 那么白棋下一步也是下得很清零飘逸 白棋飞在这 飞在这 挺有意思的 飞在这呢 也就是说 他下一手产生了两个好点 你如果往这边引 那么我飞压 让你去 把你压低 这样的话白棋 趁是处理 不止处理好了这两个固子 而且形成了一道外式 你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白的往这边走过来 这样的话把黑棋这块限制住 也就是说白棋这一飞 下一步产生两个好点 那么黑棋实战选择的是 飞这个 飞这个 白棋 这边飞下来 这地方白棋选择的飞 显然他判断这个靠并不比 他的飞要 并不比飞强 如果靠完只能退 那黑棋长过来 确实白棋 也并不见得就便宜 靠完长的话 黑棋顶了之后 这地方这 还残留有冲断的问题 黑的脚也挺坚实的 靠下来看起来强 其实并不见得就 就能占到便宜 他选择的是飞 黑棋脱 黑的这时候如果往这个方向走呢 白棋可能顺势就顶了虎下来 是很舒服的 黑棋脱这个 白的如果斑 那黑棋应该就会属虎 很多情况下这个虎是俗手 但是现在呢 黑的无所谓 黑棋这样下会感觉很舒服 因为白棋这个 这么强的地方 来个一间跳这部棋太可笑 这边呢已经被黑棋吃住 而且没有太多的 没什么太多的问题 这里 所以黑棋就这样俗吃就可以 白棋 扳不下来 所以单长 黑的当然是爬 白棋再长 下一步棋 下一步棋 爬过也是一个 应该说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想法 因为毕竟爬过这空才完整 如果被拐下来的话 总觉得这两个子非常薄 空没了 而且这两个子非常薄 但是我们注意到 黑棋现在的选择 它并没有爬过 如果爬的话 白棋应该会拖线 拖线 是不是有点三三呢 或者按人类的想法 挂个脚 总之 如果爬的话呢 白棋这块 已经不是一个容易受攻的棋型了 白棋可以说线手处理好 那么 像这样的棋 可能 阿尔法觉得 第一是走在比较窄的地方 第二呢 对白棋也缺乏 缺乏足够的压力 那么既然是这样 不如 先抢占大场 所以它选择的是挂脚 白的跳 一起 大飞 我们注意到黑棋 不管黑棋还是白棋 阿尔法为棋 很少选择飞进去这个下法 二路飞这个下法 在布局阶段 它是 很少看到这部棋 它愿意走得更 步调更快一些 那么 这地方 你既然不爬 白棋当然是要 拐下来 我白棋先尖顶了一下 一起长 白棋拐下来 黑的呢 先把脚 手手捞 加强这个脚 其实也等于加强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看着在白棋这块 被拐下来了之后 看起来 看上去是非常的薄 但是呢 由于它有这个 二路跳有先手的味道 不能说是先手 但是有先手味道 所以 白的要 要来追究这两个字 它也 也不是那么好走 打入 打入黑棋 如果往上边盖 那白棋应该是 应该是很欢迎 把黑棋的根都削掉 一起变成一块枯起 但黑棋可能会跳下来 这总是有搬过的味道 两边都有这种 度过的味道的话 白棋拿它也不见得好办 如果将来一旦 一旦被黑棋 这两个字走强了 自己这块也是 并不是就彻底的安全 所以白棋也没有在这动手 而是 加在这 就上边这个悬点 加在这还是 还是挺好 因为黑棋 这里已经有个大飞 加的靠 靠它大飞镜的话 黑棋这比较强 靠近黑棋这个大飞角 白棋应该 没有太大意义 加在这呢 对黑棋这两个子压力比较大 而且白棋相对灵活 将来这个子如果遭到黑棋猛攻的话呢 白棋随时以先手斑瞻 它气掉 也无所谓 加这隐含 先手斑瞻的这个 利用 黑的这时候也挺有意思 可能觉得这地方形状走不好 尖的话感觉很凝重 飞呢 还还 其形很奇怪 留着靠断的味道 觉得走不好 索性脱线 走这 白的要是 强弓这两个子的话 黑棋可能就 比如说点个 点个角 假设白棋立呢 黑棋点呢 从这边 渡过 两子就弃掉 将来拆拆二 还依然有余味 而白棋也没有直接来 直接来进攻这两个子 而是尖冲 加强自己这个子 黑棋往上贴 黑的往上贴是 当然是价值很大的一部棋 它要扩张这一块 这时候普通的感觉 白棋应该往上走 但白棋往上走呢 二路被黑棋飞 你还得连 这样的话 没有根也没有木 白棋的选择相当的实在 挡下去 照第一杆来说 这个挡下去 被黑棋 把这个头扳过来 黑棋迅速扩张起来了 挡应该是走在窄的地方 被扳头 第一杆 白棋这样下 肯定是不好的 但是呢 由于现在这个局面 白棋就这么走呢 对黑棋这两个子 压力非常大 白棋走好了 等于黑棋这两个子 就快死了 所以说 白的这个挡下去 仔细想想 它是 也是挺 挺实战的一部棋 黑棋搬完连搬 非常舒服 一边压迫白棋 一边扩张这一块 白的就退 冷静退 还等着再压 白的断打一下 扳头 黑棋吃掉 这大概都是正常的进行 白的既然挡了 下面黑棋搬过来 以及白棋搬 这都是 应该说一本道 没有其他太多的变化 这白棋必须沾 这个断太严厉了 必须沾上 黑棋这边固然是扩张 但是这两个子 是黑棋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你究竟 是逃还是不逃 如果气掉的话 白棋这一块 肯定不会比黑棋这块小 如果逃 白棋这个毕竟是一个 他把自己走得很扎实 活了的气形 所以对黑棋这两个字 压力是蛮大的 所以黑棋很痛快的 搬过头来 这边是舒服了 扩张起来 但是白棋就这么 很简单的跟着硬之后 实际上黑棋这边搬过来 也有点兄弟打架的意味 就是说这边的黑子 实际上帮助白棋 在攻击这两个子 这是白棋挡下去 这是白棋之所以能挡下去的理由 如果没有这两个黑子的话 白棋这样下去绝对是不可取的 走在窄的地方 让黑棋阳面宽的一面扩张 但是这两个黑子非常重 好 下一步黑棋 我们来看黑棋怎么处理 黑棋一点 我们刚才说了 白棋如果走这种棋 那黑棋会很舒服 很愉快的 就把脚拿走 这两个子你要吃就去吃吧 当然白棋不可能立这个 如果团的话 黑的点一下脚 也是先手便宜 白棋选择的是打这个 黑的点放 白棋这棋型虽然已经很强了 但是黑棋还是要点进来寻求借用 否则的话 他觉得这两个子不那么好逃 白棋立下也是必然的一手 如果不立这个印其他地方 不立的话不管你怎么硬 这个点放黑棋都已经 都已经被黑棋便宜了 立是最强硬手 然后黑棋拌 白的只能团 也得飞出来 这个点放这个子还是让白棋有所顾忌 补一手 不补的话 黑棋就没靠 白棋就难受 走这个的话 底下加过 顶的话一冲 你还不敢断 断被立下去 白的还有问题 要死 那你斑底下的话 黑棋接完将来还有挖的手段 没完没了 所以白棋补一手 黑棋依然是一靠 那么我们说的冲过来的手段 白棋依然存在 白棋断 黑棋一粒 这白的不好走 局部杀棋差一棋 如果从这里打出来 也出不来 而且这里还会被蒙进去 如果你搬这个 接上 将来黑棋还有挖进去的手段 白棋整块就只剩一个眼了 自身还存在问题 所以靠一个 黑棋先手靠一个防断 白棋得印 印在这儿呢 好像看起来稍微目处多一点 但是将来被黑棋挡的时候 这个味道很坏 所以白棋索性是 补得干干净净 补棋要补干净 不留毛病 那么黑棋是跳棋 这地方走一手 当然非常大 如果不走 被白棋靠压过来的话 这个子或者这边 肯定是难以两全 跳一步 白棋一拖 白棋这下得很厚了 虽然说 黑棋刚才搬过来很痛快 这一下扩张起来了 但是呢 并不是黑棋的实地 白棋现在拖在这儿 黑的如果要护住边上的实地 那么白棋再板 这你不能断吃完 我可以真吃你 如果你粘上的话呢 白棋这脚活的也不小 白棋活了脚之后 再看黑棋这个边上的实地 其实也有限 将来白棋往中间走一走的话 这还瞄着断点 所以黑棋也不肯就围这一点 那么黑棋扳到脚上去 摆得长 这样的话 再转过头来看 黑棋这块 也是围不住的 白棋可以破掉 摆得 点在这 点在这是好气 如果拆二 黑棋见顶 白棋这个坐眼的空间狭窄 这样被黑棋包进去的话 白棋坐眼空间非常狭窄 点在这 你打入呢 无所谓 我贴起来 这个 黑棋吃那两个字 价值太小了 还得要挡 白棋贴 这扳是必须的 扳得又一扳 这时候黑的如果再往上走 那么白棋在这 这么宽的空间里面 拐一拐也是先手 这它活得就太舒服 立下来 这活得非常愉快 还很大 所以黑棋打入 点在这 这是棋芯的要点 如果白棋这么虎 被黑棋搬过呢 白棋就完了 这一串单罐 逃出去也很痛苦 白棋搬这个 搬这个 你如果挡的话 我在乎 刚才是被一手搬过 现在交换了一下 我一打一爬 轻松的把你这个字吃掉活了 你如果要从另外一边来 白棋可以糊顶 拐也是先手 拐这个先手 这里有断打的问题 你如果是这么一路度过 被白棋扬长而去 那黑棋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黑的这也不能挡 挡被白棋糊顶 那么在白的搬这个的时候 黑棋是长 长在这里 先封锁白棋 白的如果这时候虎 那黑棋可能顶过 你这没拐着 我可能顶过 或者立在这里 你补的话 我贴死 这样白棋整个被封锁在里面 黑棋就这么做 整个被封锁在里面 好 那黑棋长的时候 白棋接下来的下法 也是非常紧凑 如果白棋是长在这的话 这并不见得就是绝对先手 黑棋有可能断阵 当你比方说 你这么补完之后再冲的话 黑棋退回来 黑棋退出来 我们看一下 黑棋拐 先把那边吃进 然后你冲的时候我就一退 你再冲 这俩我就不要 你冲出来 你也伤到这块 当然白棋可以走得更好一点 打完斑站 但是冲的时候也是一样 而白棋这棋走的是挖 挖这个 相当紧凑 黑的如果打的话 白的接上 如果你还是断这个 我依然打完斑站先手 再一断的话 这上边要断死你 这颗子已经 黑棋也逃不掉了 而黑棋如果是打完之后 在这补个断点 那白棋能愉快地 护到这个 那摆得还是很舒服的 所以白棋挖着 黑棋断车 再接住 白的如果吃这个 黑棋就把这个吃住 虽然黑棋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被提这个子也废了 但是呢 黑的毕竟能把这块 把这块孔牢牢地护住 这这块锯孔牢牢地护住 白棋其实吃这个也是相当愉快 但是呢 实战白棋觉得 还不够好 他的下法是 接上 直接把你这块孔牢破光 黑的虎 白的虎顶 黑的这个子呢 暂时动不了 你横顶的话 被白棋拐出去 这个断点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黑棋是往这边贴 立下 飞点 飞点是一个破眼的要点 而白棋扳在这 也是作眼的要点 断吃 局部呢 白棋还没有活 黑棋扳到这的话 白棋局部没活干净 但是现在黑棋应该是不具备 不具备杀白棋的条件 白棋 白棋这个打拔都是先手 外边 外边种种先手 比方说 白棋就这么简单 走一步 黑的要来杀的话 把白的就钻出去 或者单跳 我们简单的看 单跳 你如果这样走的话 白的局部已经活掉 也就是说你不能冲断 那么无法封住白棋 所以呢 黑棋靠 先把这两个吃掉 黑棋自己下后 那么白棋顺手打吃 完了之后 沾上 黑的下后了 那么白棋就补活 这一步白棋已经活尽 黑的来破眼的话 白棋扳这个总是先手 实在不行的时候 往里补就行 而且现在呢 还可以往外走 白棋活干净 那么 总的看来呢 白棋应该 在这边这一带 拖进来打肉呢 获得了成功 黑棋搬过去 就这么有气势的 这一块锯控 就被这样 就这样被白棋 给破个干干净净了 白棋活的木树还不小 确实这个打入 相当的 相当成功 好 白棋粘住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黑的呢 黑的 壁住这个 这是相当大的一步棋 如果这一代被白棋拆过来的话 黑棋整体 非常的薄 拆了这个 这块 这两个子有根的话 你将来再来断 黑棋也不怕 说着白棋就来了 黑的往外踢 白棋点刺一下之后 撤退了 如果硬要往前冲的话呢 黑棋应该是反冲断 反冲断 这个作战 白棋也没什么把握 将来黑棋爬 完了翻打 再一路兜打的话 白棋这块的眼位 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果白棋往里贴的话呢 黑棋当然是挡住 白棋直接断不了黑棋 霜的话 黑棋就算了 补一手 霜这里要扳断黑棋 黑的就补一个 吃这一颗子的话呢 吃这颗子 显然价值没有这个点脚大 好 白棋飞点 试探一下黑棋的硬手之后 把这个实实在在的挑回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 实实在在的目数 毕竟是 黑棋在挡住 一般我们的感觉 这样走一个被挡住 那不是亏了吗 但是显然 阿尔法围棋它不这么看 可能它觉得 我将来贴 双先手贴 你看这还有断点 我先把自己先扎扎实实 补不好 防止黑棋爬弯翻打 在一路打的手段 挡这个相当大 好 那么白棋挡了之后 我们看下一步 黑棋 黑棋实际上 现在这个实地上来说 白棋把这块黑棋的锯控破了之后 黑棋的实地上并不乐怪 但是白棋这里有点薄 黑棋飞攻 黑棋全盘基本上还是比较厚的 这边抢先动手之后 白的这块有点薄 但是眼味还是比较丰富的 长 冲 断 这个黑棋只能吃 如果你想顽强一下的话 这地方白棋 打完连斑这个手段 让黑棋承受不起 吃 那么白棋留下这个打吃 这边打吃的借用 出头 贴 好 这时候白棋如果退 那么黑棋再贴 再长 这一下白棋的眼形就显得 这一下就被 眼形就被挤压了 而且再跳下来的话 白棋就得去中间 没有价值的地方去寻找眼位了 打一下 黑的提呢 这多多少少多一些借用啊 挖粘先手啊 这个也是先手 打一下瘟硬手 黑棋是粘上的 粘上的将来留打断 留下打断 白棋这个时候是靠一下 先把你靠成一个弯三角的鱼形 然后搬住 退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眼形失去 搬在这 我要求在这眼位丰富一些 那么下一步 我再搬在这里 白棋就已经成为一个活形 所以黑棋呢 断 你敢搬呢 那我当然要断 那么白棋这靠的后续手段 就是这么 速断 靠断 这地方是这样 白棋一旦有这个压的先手的话 这一打吃 再一打吃 就把黑棋吃进来了 所以呢 黑棋是 黑棋是 吃一个 补一手 那么白棋 打 我们看到这个白棋的 制估手法是相当的 相当不错 白棋底下爬几下 已经活了 好 确实这盘棋 白棋的制估手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黑棋在右边的一块局空 白棋打进去之后顺利的活了 不止活了 活的目数还不小 而右下角 黑棋来进攻的白棋的时候呢 白的利用黑棋形状上一些 一些弱点吧 那么也是很顺利的把边控捞到之后 顺利的就地做活了 这是这两个地方白棋处理姑棋的手法 是值得我们好好体会一下 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中盘战 白棋这先手一通爬 已经眼位够了 打一下 那么当然白棋的付出的代价呢 就是黑棋在中腹形成了一个后势 白棋现在需要 需要来削黑棋的后势 不要让它为太大的空 飞点在这里 现在黑棋要想靠为中腹的空 跟白棋真胜负 那简直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黑棋的手法也是 靠这个 这也是一种常用手段 看你怎么走 你如果退一个 那我靠一个线索便宜了 将来再违控的话有好处 白棋不肯退让 顶在这里 顶在这儿 那么黑棋就有棋可以下架 这一架 上铐下架 这是一个常用的手段 白棋挡住呢 不用说被黑棋先手顶打一下 非常的舒服 黑棋很愉快的先手便宜 白棋呢 反击 好 黑棋就这么 一靠一架 迅速的就 迅速的转到实地上 白的提一个 这是很正常的下法 黑的一次 再一打 瞬间脚上白棋十几目 就变成黑棋的空 那么 黑棋这样下的话 比去中间 废半天进 围空要强度 黑棋用自己这个厚实 在中间围空的话 要围十几目呢 不知道要费多少辛苦 所以靠这个 上铐下架是一种常用的好手段 在黑棋靠的时候 白棋是真的就绝对不肯 就这么退一下 这也是值得研究的地方 总之这个图是感觉双方最紧凑的一种 最紧凑的一个图 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 大家都不肯退让 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 翻起跳 长 弃掉一个子呢 它顺势往中复走 有点隐隐约约要威胁这块的感觉 黑棋是毫不犹豫 先吃掉再说 你要威胁我这块 我不怕 白棋扳一下 黑棋这时候如果断的话呢 将来 将来白棋这一类靠 空里面有一些手段 而且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本身一靠段 本身一靠段 黑棋如果吃这边 白棋一路打线索 这一打 已经成结了 同样的如果你吃另外一边的话 这个一路打线索 白棋一加 这边也有打结 所以呢 白棋这一个跳并不是白送 它一方面威胁这个 另外一方面这地方留下一些味道 黑棋加这个 加这个 实际上白的如果想强行强行断的话呢 这个手段还是存在的 黑棋吃的话白棋打完又可以加 但是呢黑棋就吃这个 白棋现在断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 白棋可以保留这个手段 好 白棋这块呢是比较厚的 粘式先手 这地方有眼 这里有眼 这里还有拖过 所以比较厚的 那么尖出来 白棋付出了实地的代价 现在黑棋的后势变得 肯定不能说是后势了 白棋要反攻 所以是 双方也是你来我往 下得非常紧凑 白棋这个十几目的实地 不是白白付出的 它要出来 追究黑棋中府的保卫 黑棋当然要往外逃 接 黑的要求连回去 如果再贴的话 白棋再长 你还得连 那么不如剪在这 白棋一看这边 暂时呢 黑棋没办法 好吧 我又把这个尝出来 瞬间变得局势又复杂化 然后这样一飞 白棋不能一通闷场 一通闷场这边要死 所以非一个照顾住这块 黑的如果扳头的话 白棋这一扳 白的这边已经连回去 黑的还得在后手连 所以黑棋下一步是长 把白棋断开 白棋如果长的话 被黑的一冲 挡被断了 死掉了 长的被黑棋一路冲过去 这显然白的也不行 好 这个时候 白棋又把这个给跑出来了 又把这个给跑出来了 那么 黑棋下一手走的是 虎这个 虎这个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一手棋 我不太理解这手棋 它的必要性 白棋跑这个 黑棋如果就把中间这扇子 牢牢地吃住 那么显然脚是没有事的 黑棋这里打了还可以连回来 所以脚绝对没有问题 就算白棋这里走是先手 我们当他是先手 白的似乎也拿黑棋 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个段是先手 我们就跟着印 这里有冲断 但是呢 黑棋就都硬上 黑的这打吃 白的如果不粘的话 什么都没走到 白棋如果粘的话 这个打吃 白棋 不管粘也好 击打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结果 白棋如果粘上 我黑棋团这个也是先手 这一冲断 这一冲断白棋是死掉了 所以白棋也得硬 那么我打到先手 团到先手之后 这个打完一贴 这块很显然是火棋 白的总不至于这样来杀 杀的话 这个棋 黑棋总不至于死掉 要杀棋的话 死的应该是白棋这一方 所以既然黑棋这块 不怕冲断的话 不怕冲断的话 黑的为什么要在这里 虎一手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黑的虎一手 如果是先手 白棋要跟着硬 那倒还好 问题是 问题在于黑棋虎这个呢 是后手 白棋把这个给拽出来 黑棋可能期待虎一下 是不是 安全一点 还是什么 白棋把这个藏出来 当白棋把这个藏出来之后 这局势真的是有点乱 复杂了 那么黑的又再贴 这块棋实际上呢 白棋要想活的话 它是可以拖完了之后 立这个 然后因为接这个是 可以看成先手 黑棋虎的时候 白棋就接掉 黑的度过 当白棋长黑棋贴的时候 白棋要想做活 这块是可以做活的 拖了立 黑棋接白棋再一立 但是呢 做活这块伤到这边 黑棋这个冲断 可能变得严厉 白棋没有做活 而是 尖顶 尖顶 那么黑棋当然不能跟着这边走 这边再跟着走 这块已经死掉了 再被白棋做活 那黑棋就完了 黑棋尖这个 先把白棋这块杀掉 黑棋先吃一块 白棋立下 好 当初这段 打吃 再打吃 留下的这个问题 没想到 竟然 到如今 发展的这么严重 要杀黑棋这块 也就是说 白棋这里先死一块 吃这个是不足以 跟黑棋真胜负的 要杀掉这块 才能赢 白棋立下 这局势变得 又非常的复杂 而精彩 一起打完 沾上 这地方呢 黑得有这个 挖的手段 挖 让黑棋尖顶一下 这个被冲过来 就算你补一个 这个被冲过来 也是不行 这也必打 拐 长 阻断 黑棋 挤 挤一个是好手段 白棋不能随便 这么打尽 让被黑棋这一打 再一贴 这块活了 所以 白棋粘上 然后一起顶这个 顶在这里 顶在这里呢 它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这个横顶 一个是这要挖断白棋 这两点 黑棋 黑棋的后续手段 白棋是挖赤 挖赤之后呢 黑棋就算这个先手 或者这个先手 这个挖也不顶事 被白棋打赤了之后 还是可以通过来 你这样走的话 我提掉 你挖的话 我打完冲出来 这样走的话 挖完我断打 所以不顶用 那么黑棋是跑 白棋走这个 白棋当然要 当然要这样打 黑棋接住 白的也接住 黑的再接 白棋如果吃这两个 被黑棋这一挖打 黑棋就逃脱了 所以白棋 所以白棋 白棋是必须虎 打一下 白的接住 黑棋又一断打 死杀是异常的激烈 白棋这时候不能沾这个 沾被黑棋一沾 白棋只有三口气 三气对武器被杀了 所以挖吃 黑棋踢掉 白的回踢 好 战斗到这个时候 白棋是 目前是把黑棋这块给杀进来 把黑棋这块给卷进来 当然 也还可能存留有杀器的问题 那么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白棋踢掉之后 这部贴呢 当然显而易见的 非常之大 贴一个白棋 这就全都死了 那么黑棋就把这边杀了 但是黑棋如果现在贴这个的话 脚上 脚被白棋点死了 所以呢 这一块跟 整个这块 如果转换的话 显然黑棋还是不行 所以呢 黑棋现在 还顾不上 顾不上贴这个 黑的是斑沾 斑沾是要的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两块有杀器的问题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杀器是什么情况 斑接 但斑接呢 白棋顺手一贴 好了 这一块是 双活 顺手贴完 没有打尺 这个打尺可以保留 这一串已经救回来了 然后呢 挡在这 挡在这里 黑棋如果破这个眼的话 白棋立这个是先手 黑棋得硬 白棋做个方块四 大家都知道方块四是一个大眼 大眼气就比较长了 如果黑棋来破眼 把它做成小眼 弯三的话 这有一挤 这个一挤 黑棋不好抵挡 要么 要么给白棋这个眼 要么给白棋这个眼 要么被白棋连回去了 所以黑的不行 那么不能被白棋立到这个 黑棋当然要搬 这时候白棋如果倒呢 等于已经被搬成一个弯三 眼变小了 黑棋再破眼 白棋现在是做这个 挖栈 借住 藏进来 白的顶一下 顶一下 抢个先手 把这个站上 黑棋提不到 黑棋提这个时候后手 而白棋如果在这立 落后手 被黑棋一提的话 就不可能禁杀黑棋了 顶一下抢先手 把这个站上 这事先打过一下 先尖顶 白棋接住之后 这两块对杀的话 白棋放弃这个尾巴 可以快一气 把黑棋杀掉 好 那么黑棋一通收气之后呢 慢一气 最终还是要回到 捕活 捕活脚上 白棋 捕活了脚上之后 等于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换 这棋对杀的非常精彩 这个巨大的转换 等于黑棋吃了 白棋这边 中间呢 是一个双活的状态 白棋呢 杀了黑棋这一块 这个转换下来 从直观上看 这一块应该是要大一些 是 我始终不明白的一件事情 就是黑棋为什么去虎 然后贴 强调这个地方 把白棋中腹搬死的话 黑的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吗 接下来 白棋的关子手段 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先靠 黑棋挡住 肩顶 靠完在肩顶 它瞄着这个 直接把黑棋断掉 瞄着这个断 那么 也就是说 你直接断的话 黑棋靠这个 把这颗子 实际上是夹死 像这多一个子的话 白棋冲过来 是一个虎口 靠完尖底 那么黑棋 既不能被白棋二路搬过来 这实地损失太大 又不能被断 所以黑棋要挤 防住两边 白棋立 黑棋当然要挡住 白的再一打 然后一退 黑棋连回 白棋一路搬 这个断 局部的话 是双方先手 这是避震点 那黑棋跟着硬的话 就等于双仙 双仙四目以上 被白棋走了 黑棋也不肯跟着走 打车一下 然后收器 然后收器 打车 领仙四目 紧七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呢 白棋这个尾巴不能要 要尾巴的话 就变成双活了 白的收器 将来黑棋收器 白棋叫吃 黑棋先手提 黑棋可以吃掉 这一小串白棋的尾巴 黑的提 黑棋提到这的时候呢 白棋并没有马上吃这个 因为 因为黑 这地方即使轮 黑棋再走一步 也是一个打结双活 白棋先靠一下 靠这个是 是一个收官的好手段 黑棋不能冲 冲的话被白棋反扳 这个 黑棋 黑棋吃的话 被白的翻打下去 这要出大问题 不能冲 黑棋实际上是退一步 黑的如果挡呢 白棋接下来 也是有手段 它也是可以加紧的 黑棋退一步 那么 白棋 这地方黑棋没硬 所以白棋先手搬进来 黑棋得加死 然后白棋再吃掉 白棋再把黑棋这块吃干净 好 吃干净了之后呢 黑的是冲 这个地方白棋如果顶完吃掉 那不用说 相当的巨大 所以呢 黑棋得接这个 接之前呢 黑棋先冲一下 总是 总是便宜的 好 就在这个时候 白棋又使出一步 关子的好手 加在这 这一加是好棋 如果我们这时候 简单的判断 如果普通的白棋 就这样受怪 那么实际上 黑棋的形式 是不错的 但是白棋使出这一架 这步棋厉害了 加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黑棋 我们简单看 黑棋如果立 白棋冲这个 打吃这个是先手 黑棋如果冲的话 一打一截 黑棋已经死了 走这个的话呢 白棋退回 吃五个子你不敢要 联络的话 被这一打打死 那么黑棋如果冲这个的话 白棋可以反冲 啊不对 加这个 黑棋如果冲这个的话 白棋就渡过 你接的话 我就渡过 跟你打结 如果立的话 我也反冲 你吃我吃 把你提了 走这个的话 我同样这个先手 叫吃的时候 你不敢要 所以这一家 关子的好手 黑棋啊 黑棋实战就是冲 白棋渡 黑的没有办法立这个 只能沾 白棋有强行一渡 黑棋提掉 白棋呢 这里有结材 提回去 黑的结材呢 打不过 黑棋只能铺 提 白棋断 黑的没那么多结材 白棋提回来之后 黑的大车 撕 撕杀的 这盘棋真是杀的 尸痕遍野 相当精彩 提掉 一起提回 白棋的飞点 这黑的得硬 要不然一吃 白棋都通了 连通了 黑棋结材打不过 无奈的退让 白的 先手扒回 吃掉 这个顶了吃 非常大 黑的当然要接住 白的呢 先手接上 黑棋这块棋 竟然被收成了 非常委屈的两幕棋 这在 当初黑棋补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然后白棋把这个立下 这时候呢 黑棋最大的关子 是提掉这个 但是提掉这个呢 但是如果提掉的话 白棋把这个尖顶 黑棋是 黑棋小败的局面是不可改变 所以黑棋奋力地抢个关子 那么白棋提 实际上走到这儿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继续节征下去的话 白棋 白棋只要稍稍地 稍稍地在 占一点关子 黑棋就 小败的局面 不可改变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厮杀的非常精彩的一局 好 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